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凡下午三点钟新闻 我是吕若杰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有上万名的劳工跟民间团体走上街头 要求政府缩短工时 解决劳工低薪等等的问题 即使现在下午是天气飘着小雨 不过参加游行的劳工朋友 人数依然很多 总计有一万人左右 已经在下午两点钟左右来出发了 而现场的最新情况 交给记者刘亦如 而至于今天的游行路线 已经在两点钟左右是从凯道出发 而这个沿途会经过了 包括像是公园路、管前路、中上溪路 还有延平北路等等 也预计在今天的傍晚 将会来抵达劳动部 而这整场游行活动 预计在今天晚间六点钟左右 来正式结束 而同时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在劳工大游行之前 其实在今天的早上 已经有来自桃园县总工会 将近四百名劳工 他们已经来到了劳动部抗议 要求缩短法定工时 还有劳保年金给付 应该维持现有的水准等等 不过原本希望呢 劳动部长潘世伟能够来出面解决 但这些人他们等了一个早上 只有秘书来代表接受陈情书 引起了部分劳工不满 痛批政府没有诚意 让劳工白跑一趟 而五月份的第一天 也是报税的第一天 有不少人是趁着休假赶快去报税 让国税局今天一大早就已经挤进了满满的人潮 再加上了纳税人今年不会收到扣缴评单 也因此光是零贵查询申报 就得等上一个小时 让人觉得很无奈 而网络上最近还有人来提倡 缴税只要先缴台币一块钱的抗税活动 财政部长张盛和也表示 如果真的抗税的话 还得要缴额外的罚金 千万不要跟自己的荷包开玩笑 而最新的财经数据 中华经济研究院就在五月份的第一天 公布了四月台湾制造业PMI 也来到了60.2 史上第一次是连续第二个月 维持在60%以上的扩张速度 而这也代表现在的台湾整体经济 处于扩张的阶段 好 要带你来观察六大产业的PMI 是全数呈现扩张 而对于未来的展望当中 六大产业中只有食品纪纺织产业 看坏未来六个月的景气状况 而其余的五大产业都是呈现看好 也显示现在台湾的经济后市景气 已经是趋向了乐观 而另外立法院也修正了 加值型跟非加值型营业税法 准备将金融营业税 从现行的2%来调整到5% 财政部估算说这样子一来 每一年的营业税税收 将会增加大约200亿元 不过现在金融业也要来争取定 落日条款 而立委建议说 可以直接定在10年之后 金管会主委曾明宗也表达支持 不过财政部长张盛和 他今天在立法院表示 现在就要谈落日条款 还是演之过早 不过这些街头的抗议活动 似乎没有影响到台北东区的逛街人潮 也让东区店面的租金 是不断的创下了新高 像是知名的投资客刘妈妈 她在东区持有的店面 今年2月份传出因为涨租金 让原本的平价女装 不堪负荷而退租 不过现在已经有新的房客出现了 根据非凡新闻独家掌握的消息 韩国彩庄确定 5月份就要开始进住 而且月租65万元 换算下来 一瓶的租金就要3万块钱 刷新了东区店面的租金单价 新高记录 最新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高安刚刚刚表示说 有四位台湾人在新加坡发生了严重车祸 而其中有一位死亡 现在外交部正在联系家属 我郭住新加坡的代表处 也已经派人前往现场来了解状况 而根据了解这四位台湾人 是在往张仪机场的途中发生了车祸 而死亡的是一名陈姓女子 稍后有更多的消息 我们会持续的为您来掌握 而接下来镜头回到了台湾 同样也发生了一起交通意外 就在今天早上台铁655车次的举光号 从台东开往高雄 就在清晨6点56分的时候 抵达了新竹车站时 当中第五节车厢配电盘 疑似因为过热冒烟起火燃烧 而车长是立刻来疏散旅客紧急处理 台铁也将这一节车厢先来拆解 有部分的旅客安排转搭区间车 而现在经过了响秋后 火车是继续行驶开往高雄 而车上的这两百多人行程延误 不过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没有人受伤 好 接下来带你来关心天气状况 今天虽然是夏至小雨 不过呢 今年的春雨其实比较少 有不少的地区水晴吃紧 而原本想要靠着五月份的 梅雨季来解解渴 但是气象局预估说今年的梅雨会比较晚报到 而今年的第一道梅雨封面也将在星期天就要来报到 到时候呢 全台湾都会有降雨的机会 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要来严防震雨 而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雨 气温也受到了影响 全台低温只剩下20度左右 北部的高温也只有23到26度 中南部则是有29到31度 而这一波封面也预计影响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三 也提醒您未来一个礼拜出门都要记得带把伞 接下来关心的是现在家长的荷包又要失血了 因为国内的婴幼儿奶粉现在又要涨价 而其中市占率前三名的雅培 旗下有6款的奶粉要涨价 像是呢 经典款1号850克 要从729元来涨到775元 而其中最夸张的是经典3号1650克 要从现在的989元涨到1065元 也等于说呢 一罐奶粉就要来标破千元 而另外两个品牌包括像是卡路塔尼 还有贝比卡尔也各有两个品项要涨价 每一罐都是大涨80元 让不少的家长大喊吃不消 以后都不敢再生小孩 不过现在呢 也有店家是逆势操作 卖出了原价120块钱 但现在外带只要10元的牛肉面 还没有开始正式贩售 每天已经有数十人来上门询问 而业者表示说低价促销 虽然需付出较高的成本 但是呢 来扣虑如果呢 一旦多两成就可以逐渐回本 也算是在不景气当中 店家的土尾数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接下来继续带您看到 废合团体就在星期二是包围了立法院 还要求立委要回去开会 而其中国民党的立委江慧珍 跟抗议民众是发生了口角冲突 而且这还没有完 因为等到后来围堵人潮散去脱困之后 江慧珍的司机才告诉她说 刚才有人偷偷跟她说 坐车的排气管被塞了两条抹布 如果真的不知情开上路的话 废气回贯可能会让引擎失灵 而车开到一半就会抛锚 也让现在立委江慧珍她吓得心惊胆跳 也赞成内政部 针对太激烈的抗争手法 来进行预防性的积压 好 最近的抗争不断 这个累坏的还有包括很多的警察 但您来看到苗栗警员柯雄飞 她三月份北上支援学运勤务 而返家休息之后脑干出血送医急救 现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治疗 就在今天凌晨宣告不治 而她的遗体已经送回苗栗老家 而她的太太百般不舍 在网路上写出 下辈子还要做夫妻的字句 让人看了相当不忍心 而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有上万名的劳工跟民间团体 也走上街头 要求政府来缩短工时 解决薪资过低等等的问题 而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桃园工会 包围劳动部抗议 陈琴的过程当中 因为部分的员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还起了内讧 同时还有遭到基欠上亿元退售金的 华龙工会也到了劳动部的现场 而另外也有民众路过地保 抗议房价过高问题 现在包围抗议的声浪 可以说是遍地开华 不过五一劳动节有很多人 今天是正在放假的 接下来把镜头先转到国外 我们带您看到是日本的黄金周廉价 也正在展开 不过碰上了消费税调涨 明镜大家平均的旅游预算 比起去年都减少了大约7.2% 于是今年很多的日本人 都选择留在国内玩 像是青森著名的赏英名胜天守格 短短三天就吸引了将近130万人次 不过因为受到了滞留的低气压影响 现在日本的关东各地也出现了大鱼搅局 让游客兴致大减 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 大陆的五一长假从今天开始登场 由于传统的五一七天长假 从去年开始是缩短到三天 很多的大陆民众从昨天深夜 就开始把握时间提早出发 不管是出门旅游或者是返乡探亲 现在也预计说各大的交通路段 还有观光景点都会涌现可观的人潮 大陆的五一长假虽然是今天开始 不过在新疆的乌鲁木齐火车站 今天却是惊传了爆炸 而目前至少有三人罹难 79人受伤 由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才刚刚结束围棋四天的新疆考察 而这也是他在18大后第一次出访新疆 而随即就引起了爆炸 现在这个爆炸时机点十分敏感 也引起当局戒备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继续带来看到 是产业焦点 中租企业的总裁孤仲利 他就接受我们的专访表示说 他其实15岁就离家前往美国来念军校 而且他也是纽约军校成立百年来 第一位的华人学生 而孤仲利他不只在家庭里头 担任好丈夫好爸爸的角色 同时也兼顾工作 最新这个中租首季 找出亮丽的成绩单 税后存益是15.6亿元 年增13% 每股的税后存益达到了1.57元 而孤仲利他一步一脚运 打造中租集团 成为华人最大的民营租赁公司 也得到了幸福企业的美誉 接下来要带您去吃美食了 我们来到的是一家位在新北市卢州区的 意识料理专卖店 而这个主持为了做出纯正的意识风味 还特地跑到意大利去学习 而在这里每一桌必点的招牌 就是半月披萨 藏在这个鼓鼓肚子里头的内馅 可是一大亮点 因为是来自澳洲的牛肉片 再加入了自家栽种的迷迭香 浓郁的香气让人一吃就上瘾了 接下来再也您看到 是一家多汁馅饼 这一家多汁的馅饼 它们是比小龙汤包还要多汁 而且最特别的是老板还设计了 特殊的斜角锅来煎馅饼 利用锅子本身的斜度 让馅饼不会泡在油里头 吃起来口感不油腻 而且这个馅饼是皮薄肉馅多 好 接下来带您看到 是为了要来推广冲浪活动 现在知名的运动品牌 就特别选在华山创业园区 举办了一场结合冲浪艺术 创作跟音乐的跨界派对 而这个现场除了邀请歌手张正月 原住民歌手舒米恩的演出 还史无前例的请到了六位 日本艺术家来台湾展示 冲浪相关的作品 要让冲浪从运动进化成一种文化 还有生活态度 好 另外带您看到是 即将在今年九月份登上 台北小剧段的百老汇音乐区 歌剧魅影 他们问是25年来 在全球已经剔造了超过 56亿美元的票房 被称为是史上最成功的音乐剧 也因此想要成为剧中的演员 也得经过非常严谨的征选 而到底怎么样选出来的 跟着非凡新闻的镜头 带您一窥幕后 而今年劳动部选出的 模范劳工当中 还有一位宗宝塞阿德师傅 带您一起看看 跟着谈论讯息 请您持续锁定非凡新闻 我是热捷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